Hello 大家好 我是Chris 欢迎大家再次收看我们的频道 今次这一集就是我和朋友的旅程最后一集 大家可能都未必来过 这里就是世衍的Premium Outlet 位于BKK Suwunapum机场的15分钟车程 来到这里通常大家的朋友就是 机场出来或者是回程的时候 少许时间就会过来这里 这里就会带大家快速逛逛逛 看看有什么划算的东西 来到这个Outlet的交通方式都比较简单 它有一些收费巴士由大商场 食饮Premium & Suwunapum机场 可以搭车过来这一边 但大家就要留意他们的班次是非常疏 如果大家真的够不到时间 都会建议大家直接叫的士 或者打车就算了 而在网上的资料显示 这里大概有200家的商户 如果大家扣减一些Food Court Starbus 甚至KFC 其实只剩下几十间店可以去购买 那我就和朋友来这家Yves & Boy 看看有没有什么便宜的东西 你觉得是便宜点的还是什么 你去了那个 而这里的款式和我们平时去一些大商场的分店 基本上都是没什么分别 而这些女士们最喜欢的试用装 价钱都是一模一样 香港也会便宜点 但这里有得退税的 我上次就问他 他上次就给了这一款 上次给了这一款我试 他上次给了这一款我试 我想买的 不过我觉得贵 千多港元 所以我计算退税 看退税 我没期完 即是他拆散了和一件是一样价 那这里就 最后来这里 数货都不错这个位置 这些价钱又不会很过分 虽然他说OLED 但价钱就一定是和正价一样 在这里买东西的话 每一间店铺都会有一个VAT 可以办理退税手续 简单来说 每一间店铺要买够$2000 才开始可以退税 而在每一间店铺扮你退税手续的时候 必须要出示你的passport 登记一张黄色的纸子 必须要在买东西当天填写好 否则过了就没效 我们记得保持这张纸子 在回程的时候 去机场的退税柜台拿钱 我先说一下 刚刚在Eddy那里出来 我拿着一支棍子 他就叫我不要拍 我当然很乖地没有拍 看看他们的价钱 或者是款式来说 Eddy比较多款 但价钱其实跟香港差不多 它绝对不是OLED 这是一个比较多款式的Adidas的店铺 这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的 Quality OK的 这间GQ GQ就是这件 红色衣服的就是这件 这间是不招呼你的 我每次来都是看那几件衣服 对 底衣服的Quality 那些 我看一看 我本人自己也在穿着 它的Quality真的可以 但是它外面 起码在买 8个水以上 还有 这个就是GQ它附属 放在一起买 未必每间店铺都有的本色 这些就是缩衣服 缩衣服款 可以带大家看 那些材料都挺漂亮的 那它还有一些缩衣服款 是一些防水料来的 那男士门呢 这个是OK的 这些呢 比较成熟一点 那些衣服 我就一般的了 这些呢 Model 这些是很漂亮的 这些 这些是花花衣服 那些是花花衣服 花花衣服那些就是 这件都OK的 这些就是花花衣服 最后我就和朋友去到这家LIKI 30%禁止 人家知不知道 留意一下 不让我拍照 No photo place 他没写 我又是没写 他老子真的不让我们拍照 那我稍微用文字 聚述回这里的情况 这家LIKI 可以说是实际Premium Outlet 最底的一间店铺 里面的鞋款 如果看到左右这些 整只鞋版 可以看到上面的鞋 跟着你的赤马就可以找到的了 现在最前面的地方 就是断马的鞋款 大家可能看看自己的脚型 看看有没有自己适合的款式 至于好像我现在穿着这些白雪雪的鞋 它标价是$1690泰铢 但每一件货品 原来还有额外30% 最终折实价就是$1183泰铢 即是为港币大概$260多 就是这双白雪雪的帅鞋 在三副方面 都会比香港的款式更多 或者更帅 大家可能看到这些款式 適合的话就可以顺便买 到最后 其实这个Outlet 还有很多大牌子的鞋 但在实际上 它们所提供的优惠 并不是真的吸引 或者那么多 那我就稍微推荐大家 如果真的来到这个Outlet 可以选择去Like Puma Champion Converse 或者是刚才看到的Event Boy 那这几个店铺的產品 其实都会和香港有少少分别 或者价钱上都是比较便宜少少 如果大家硬要比较的话 香港的东会城 这里可能就真的差少少了 那也是那句 我就会认为 这个食人Premier Outlet 适合一些就来上飞机的朋友去涉时间 但是大家就要留意多一次 这里就比较一个户外的地方 如果真的有小朋友 又或者是有长官们 其实就并不太适合叫他们来这个位置 好了 今次的分享就到这里 记得赞我 和订阅我们的Channel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看法 或者想我们带你去哪里玩 或者开箱的话 不妨在留言那里和我们说 之后我们也会拍摄更多泰国旅游 又或者是尋找更多新的元素 在这个Channel里面 希望大家可以一直见证着 我们这个Channel的成长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多谢大家收看